6271粒大米经过2460秒蒸煮 就成了这样一碗米饭 刚好是我一餐的饭量 一碗真正的好饭应该做到软硬适中 有弹性 有嚼劲 又不粘牙 看上去就充满食欲的光泽 即便是放凉了 也不会变干变硬 怎样的好米才能煮出这样的好饭呢 欢迎回到黄家实验室 我是李志钦 对大米质量的顾虑 不管你有没有 反正我是有的 2013年我还在上大学 隔大米被大面积曝光 害我整整一个月没敢吃食堂的饭 比隔大米危害小点 但恐怕更常见的是 拿沉米或勾兑米充当新米 所谓勾兑米就是新米颤达沉米 抛光处理后拿到市场上出售 这类做法不单会损害大米的口感和燕氧价值 也同样有危害你健康的可能 放久了的沉米容易产生黄雀霉素 这是一种有很强毒性的物质 严重时可能导致肝癌 当然 以次充好也不都是卖劣质大米 你可能听说过 中国最好的大米是五常大米 不管这种说法对不对啊 它都确实是中国最容易遭到模仿的大米 关于厂商把其他产地的大米贴上 五常标签销售的报道屡见不鲜 甚至有人这么跟我说 你哪吃过五常米啊 你吃的那些都是假的 那本期皇家实验室就是要针对以上的顾虑 来检测今天市面上的大米 看看到底能不能吃得放心吃得舒心 中国人常吃的大米可以分为两类 主要种植在北方的精米 主要种植在南方的鲜米 这两类米啊 从育种到生长环境都有很大的差别 煮出来的米饭也多有不同 精米的口感偏软 更有粘性 鲜米的口感偏硬 粘性较差 不过也更加颗粒分明 对于哪种米更好 一直以来最稳头的说法是 不同地域的人口味偏好很大 如果你去问老底子的南方人 他也很可能跟你说 他就喜欢干一点硬一点的米饭 吃惯了 可是在商品米市场上 精米是更受欢迎的赢家 东北大米的口碑 即使在海南以外的南方 也一点都不差 还看国家标准 非普通优质一级精米的立化指标 要求也比普通优质一级鲜米 更为严格一些 所以我们本期评测的选品 也更偏重销量更高的多款精米 尤其是那些挂着五常标签的大米 作为对比 也购买了两款销量较好的南方鲜米 一款泰国香米 在跑去超市撑了几斤 不知道什么品种的便宜散装大米 覆盖了中粮 金龙鱼 北大荒 五米长香 天元道 神州卧梁等常见品牌 一共18款大米 光是买这些大米就花了2000多 评测费用呢 3200乘18等于51600 严重超支呀 就如同前面说过的 本期评测将首先检查这些大米的 食品安全属性 然后从语化指标和口味盲凭两个角度 来分析它们的品质 同时也将回答真假五常大米这个问题 你可能会好奇 别的都还好说 是不是真的五常大米要怎么检测出来呢 按照字面意义上 五常大米就得是黑龙江 五常式生产的大米 这个我们肯定是测不出来的 但绝大多数消费者 之所以想买真正的五常大米 还是称了它的品质 这个我们就能测了 在通行的大米国家标准 GBT1354之外 五常大米还有它专属的国家标准 GBT19266 两者对比 优质一等五常大米的各项质量指标 要求都要比优质一级精米高出许多 还额外规定了恶白利率和焦熟度的范围 那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份 专属五常大米的高标准 来检测18款大米 看看它们的各项指标 能不能达到五常大米的品质要求 有趣的是 在我们的选品当中就有这款大米 打着硕大的五常标签 产品质型的却是普通大米国标 很自然 它们成了这次评测中的 最有猫腻的种子选手 凡是食品评测 我们首先关注的都是它们的安全性 我们委托了具备CMA认证资质的实验室 对这些大米的铅 隔 拱 无机身 以及黄区酶毒素B1的含量进行了测定 18款大米全部达标 你基本可以吃个放行 但这个也不是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两款南方鲜米都减除了金属隔的残留 水中里油粘米还出现了黄区酶素 虽然都在国标的鲜定范围内 但像这种有毒有害物质 应该还是做到尽量不出现最好 考虑到这两种物质的来源 它们的存在可能也说明了南方鲜米的同样环境 和储存状况仍然有持续改进的空间 接下来 再来看这些大米的理化指标 我们请实验室检查它们的直炼淀粉 焦稠度以及恶白利率 前面提到过 这三项中有两项都是五朝大米国标中 特意加入的品质指标 那这三项指标到底有什么意义 让国家标准对它们亲有独钟呢 展开相关论文可知 这些指标都与大米的味道和口感显著相关 简单来说 当这三者处于适当范围内时 才能煮出一碗好吃的美味米饭 这18款大米的指标表现如何呢 结果就非常的出乎我的意料 拥有五常国标认证的六款大米 四款在恶白利率上来了个半翻车 达不到优质一级的要求 只能算是二级五常大米 另外两款指标翻车的 一个是赛道特殊的泰国香米 另一个是拥有专属国标的金龙鱼盘紧大米 它们的磁链淀粉 含量都是低于了执行标准的下限 那前面也介绍过 专属国标会比普通国标要求更加严格 如果我们用最严格的五常国标 来对照这18款大米又会怎么样呢 那就非常有趣了 过关五常国标优势一级的有五款大米 五米长香 五常大米 中凉的佛林门道花香 金龙鱼的如玉皇妃和五常基地圆香道 天圆道的五常常立香 其中五米长香和中凉佛林门 拥有五常国标认证 顺下的三款都是普通国标 除了鲁鱼黄飞 另外四款米都在包装上标着大大的五常 最令人迷惑不解的是金龙鱼这个品牌 它在2015年曾被曝光 未达到五常国标要求 却鱼目混珠地标成五常 这次选品采购 我们注意到它家也有一款产品 标着五常却只有普通国标 结果一检测 普通国标金龙鱼通过了五常国标优质一级的要求 反倒是另一款 执行五常国标的金龙鱼 只能算是二级五常 不过你也并不需要为此太多担忧 只有五款过关 是我们采用最严格的标准它得到的一个结果 如果把标准放的稍微宽一些 这些大米 理化指标其实是让人吃惊的好 所有的大米的焦稠度 都达到了五常优质一级的水平 除了泰国香米 其余17款大米都达到了 普通国标优质一级金米的直链垫粉标准 两款南方鲜米 甚至在这一指标上达到了五常优质一级的要求 这是我们在测试前万万没想到的 收到简单报告时 我甚至对后面的口味盲评产生了焦虑 既然各家大米的品质指标都改善了 那试试官还吃得出高下吗 不管怎样 先干饭吧 参考国标 一样有检验倒谷大米蒸煮食用品质感官评价方法 以及以往的口味盲评经验 我们制作了本次的米饭盲评规则和评价表 为反映最真实的米饭口味 我特地借来了老板家价值3000多的变化国 在询问多个经常做饭的同事之后 选择了最还原他们习惯的加水量 统一放入一碗米加入一碗半的水 就这样煮了18锅饭 然后呢从公司里挑选了南北极冠各办的22名志愿者 对米饭的口感香味和放冷之后的口味进行了主观打分 经过耗时一整天的试吃 最后评出了18款大米的口味排名 看这个结果 南方鲜米劣势明显 牢牢占据了最后两位 试试官评价他们说 没有嚼劲也不带香气 各方面都感觉不到亮点 在表格另一端 金龙鱼两款达标五常一级的大米分裂前两位 但另外三款五常一级米 就只能是排名中流了 这可能是他们的直练电粉含量差异造成的 根据五常水稻研究所水稻栽培市主任张军的说法 五常大米直练淀粉含量在18%左右较好 口味盲评的前四位都符合这一判断 而排名不佳的五常一级 直练淀粉含量都处于国标限制的边缘 对令我们惊喜的 要数两块钱一斤的超市散装米 我们买它本来是想测一下 市场上随便买回来的米会有什么缺陷 结果它既没有安全隐患 水标也不差 口味还能排在中间水平 属实是性价比之王了 做完所有的测试 我最大的感想是 原来我对假米劣质米的顾虑 大概是可以打消了 经过这些年的改善 市面上销售的大米 在安全和基本的品质方面 都已经达到了合格水平 当然 南方鲜米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来摆脱金属污染和煤筋的影响 在口味方面 总的建议是 想要买好吃的大米 品牌和价格 都不必作为参考标准 如果你跟大众消费习惯接近 喜欢软糯爽滑的米饭 那这种外形短缘的北方精米 就是你的优选 考虑到不同人群 在主观偏好上的差距 我在这里就不做具体推荐了 买米的时候 可以观察一下米的透明度 要是不透明的饿白太多 那通常是不太好吃的 至于真假五常大米 我们的鉴定计划算是失败了 没有国标认证的五常大米 并不比有国标的差 但这对消费者来说 反倒是一件好事 你其实不用操心 买到的五常米是真是假 自己觉得好吃才是硬道理 希望看视频的各位 每天都能吃上一碗安全美味的米饭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转发给你最重要的人 这里是皇家实验室 这里有一群专业有趣又热热的小伙伴在等着你 我是李志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